近年促食時裝盛行 你有沒有數過自己買了多少件新衣服 又丟了多少件舊衣服呢? 設計師王琦是時裝品牌DaydreamNation的創辦人之一 曾經獲獎無數 他的衣服更加軟銷到十幾個國家 他因為壓力太大 在2016年忍痛結束他的業務 並去到丹麥深蹙 其間了解到時裝工業背後的問題 回到香港後 與拍檔Toby創辦Faction Clinic 專門幫人修補和重新設計舊衣服 為衣物延續生命 我在工作室都認識到一個波蘭的女生 她和我談及Fast Fashion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便開始看很多這些劇集 Fast Fashion是給了一個機會 香港人去狂買東西 對環境那麼大傷害 對第三世界的工人 對農夫那麼大傷害 為何我們要繼續追求這個 因為可以把優居作痛快點和便宜 就是滿足我們的慾望 就是為何我們不能想挑選一些小優質一點的設計 而止graduate長越 Monte 現在Fashion Clinic提供不同的服務 由修補 改造oire飲 都重新設計 收費lude 200 至兩千 等等 一般都是30歲以上的客人 想保留一些高質素的衣服 其實不是貴的 但你會相對Fast Fashion的價錢 可能人們如果這件衣服本身是幾百元買回來 他們會不會用一千多二千元去改這件衣服 以前做品牌全部的overhead是很高的 但我們現在是硬比出來都是八千元交租 所以其實是很充滿的 不過王琪說單靠改衣服只是剛好收支平衡 只是打算逐漸轉營做工作坊和接大企業的訂單 為了交租和生活 其實我們發現一些大一點的項目是更合理的 所以我們都會跟不同的品牌、企業、NGO 去做很多講座、workshop、一些特別設計的項目 我們都做過把胎變成卡片套畫 或者是一些基本的修補的工作坊 你拿一條舊的牛仔褲來 可能穿了洞 我們就會教你如何修補它 因為我們第一個都沒有人敢去做這件事 所以想起的公司都會找我們合作 這間診所開業十個月 客人反應正面 王琪說看到社會風氣正在改變 計劃以Daydream Nation的名義 再推出以舊衣服舊部設計的時裝系列 在五年前就很明顯 大家對upcycling是甚麼都完全沒有概念的 現在連無線新聞都在說fast fashion 目前為止的反應是很鼓舞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 應該是人們越來越容易花這個錢 再加上我覺得 其實是有一個疲勞的狀態 大家好像現在追求另一件事 就是簡約生活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做一個大型的Festival 會在九十月份 我們應該會把一些我們覺得 世界走得最前的sustainable品牌 帶來香港去showcase 告訴別人 其實應該是可以很漂亮很帥 很有品味的 有一點現地的 去 Мар雲 忠祥